在過去一個星期 有12宗本地的確診個案 並未有新的群組個案 加上過去的三天 也未有出現源頭不明的個案 這個也看到我們的疫情稍作緩和 所以考慮到剛才提到現時的疫情的發展 並且在平衡了經濟需要和社會接受程度之後 今天早上行政會議通過了 就著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條例第599G章的修訂 以擴闊現行豁免群組聚集的範圍 涵蓋本地旅遊旅行團 並放寬適用於分禮 以及按照條例或規管性質的文書舉行會議的人數的限制 有關的修訂將會在10月23日生效 在10月23日 即是今個星期五 至10月29日下個星期四的七日之內 大致上維持現行各項社交距離的措施 包括維持就著餐飲業務和表列處所所規定及限制 也都繼續在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超過四人的群組聚集 以及延續在公共交通工具和一些指名公眾地方強制配戴口罩的要求 其中我們亦都會對有關的措施作一些輕微的調整 在這個星期五 即是10月23日 開始容許市民在泳池進行對濟的運動 人數的上限按照該對濟運動項目可以多於四人